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月23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加拿大160万份银行账户信息已交给美国国税局图文章来源 加国无忧于2019年1月23日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英特纳尔雷维纳塞维斯IRS比克利夫 福利克尔据CBC报道 加拿大政府自2014年启动于美国的一项信息分享协议以来 已经将160万份加拿大人的银行记录交给美国国税局IRS 2016年与2017年 加拿大税务局每年向IRS提供60万个加拿大银行账户的资料年和2015年分别提供了15万份和30万份 不过 有些人可能有超过一个银行账户 而一些联名账户有超过一个持有人 包括非美国公民 所以这一数据不直接对应受影响的加拿大人数 有关信息包括账户持有人的姓名和住址 账户号码 余额 支付信息如利息 分红 其他收入和收益 报道称 美国为了遏制海外逃税出台了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 并与加拿大谈判签署了信息交换协议 根据协议 加拿大银行向加拿大税务局CRA报告可能被美国征税的人的账户信息 再由CRA每年一次向IRS转交这些信息 同时 美方也要向加方提供加拿大人持有的美国银行账户信息 但是CRA一直拒绝透露已经收到了多少份IRS提供的美方记录 另外 CRA在向美国提供信息时 不会自动通知加拿大的账户持有人 但是如果有纳税人提出要求 CRA会向他确认是否有关于某一个人或机构的账户信息提供给了美方 目前 已经有人对这项信息分享协议提出司法挑战 认为协议违反了加拿大人权宪章的多项条款 侵犯加拿大人的生活 自由与安全权利 以及是对持有加拿大和美国国籍人士的无理搜查 没收和歧视 政府则指出 如果加拿大银行不遵守FATCA 后果会更加严重 政府还认为 协议没有违反宪章 并称有近100个国家已经与美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 报道称 加拿大联邦法庭将于下周在温哥华临审此案 如果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请订阅 打赏和点赞 您的支持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接下来 二位 五位 一位 24 票 一位 何 你 ゴ